每個人都有一個小黑板 來 給我看你的算式 你跟別人不一樣 不錯 不錯 聽聽看你在講什麼 我只是因為剛剛沒注意 我不知道 有嗎 我有沒有跟你說過 以前學生比較會來跟我聊天 那個學生現在好像三十歲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跟我聊這個 因為他從小就一直比數學比賽 他還說過他曾經想去念建宗 建宗更多人想來念北京 不過這不是重點嗎 他說他想念建宗的原因 是因為他說很多國中比他弱的同學 到建宗以後都變得比較強 他覺得很好奇 他想去建宗看一看是怎麼回事 那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不知道為什麼在聊 因為那個時候 欸 有那麼久以前嗎 好吧 算了 那時候是在那個浪潮的末期 就是建構式數學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這樣 那建構式數學是一個很厲害的技術 跟那個一開始提的那個教授 我聽過他的幾次課 其實他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 基本上我們對他的印象是很好 他因為這個事情被罵人家 然後我們今天不管這個 就那個學生他說 老師 你覺得建宗式數學很不好嗎 你怎麼會問我這麼沈重的問題 然後我就講了剛剛那個話 我說那個教授 我聽過他幾次課 我覺得他人很好 然後後來他就 聽得出來嗎 我就顧左右而言 大家知道嗎 因為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我們是古時候的人 我們就這樣學上來而已 然後就很多人具體落實出來 會把它變成說什麼 九成發表不能背 是不是 好像應該也不是這樣吧 而且有時候 八成九成多少 十二成十三 好 算了算了算了 我沒有被我喊氣嗎 那十一成十二 你是不知道印度背的是十二十二成發表 還是十三 十三成發表 九成九成 我不知道他 一共吃掉 好啦好啦 算了沒關係 這都不是重點 然後呢 反正其實 他就說 他說他從小就是學建宗式數學上來了 他不覺得建宗式數學有什麼不好 然後重點來了 他就說 他上高中以後 我就說那個孩子很可愛 很可愛跟我講話 他上高中以後他還發現 蛤 為什麼數學課沒有小黑板呢 沒有小黑板要怎麼上數學 好奇怪 所以我因為是一般這樣念上來的 所以我不知道 上數學課有小黑板是什麼意思 後來當然前一陣子有一些 就是那種發給學生 就是你有一些什麼想法 就馬上學 我不曉得大家知道 那當然更高級的就是有那種 什麼啊啦啦啦系統 或者是每個啊啦啦系統 我聽過啊啦啦啦就是 來 你的想法是什麼 然後你就 然後那個數據就會呈現出來 有沒有 走路不小心跌倒過的同學 所佔的比例有 蛤 三十五個 沒跌倒的同學是 哦 沒走路過 是不是 沒有啦我亂說 有些重音節目不是會用這種方法 對不對 好 不要再胡扯了 欸 你的小黑板 讓我看你的小黑板 對不對 我趕快給你提一幕啊 你自己算啊 好嗎 好嗎 我來的小黑板